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5月7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273.10,收盘价是275.35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77.73,最低价是在271.35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6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 在前一日K线最低的上方 量,当日的成交量是7671.58万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8倍量缩 KD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增强 MACD,双线是趋于合拢 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5月6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K线 它是一根上涨的K线 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横盘后的回档中 那当日的这根K线它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 开盘之后股价即被迅速拉升 我们来看看分试图 也就是跳空开盘之后股价被迅速拉升 然后到达当日的最高 也就是在278附近是遇到了压力 然后股价又被迅速的拉回 然后回到当日K线的最低部附近 接下来股价一直是处于一个震荡的走势 那么在尾盘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出现了一个震荡上行 最后收盘价是超过了开盘价 也就是生成了一根绿K 也就是小绿K线 那收盘价并没有跌破前一日K线的最低 也就是并没有瓦解止跌的信号K线 虽然当日K线是有新低的出现 那这样一根K线说明它是一根休息的K线 我们从当日的成交量也可以看到 当日的成交量叫前一个交易日是大幅的量缩 同时相对于之前的交易日 也是一个很小的成交量 那说明当日在盘中 虽然在开盘的时候股价发生了一个剧烈的震荡 那么接下来多库双方都没有发力 也就是空头并没有发力继续打压股价 而多头也没有发力去提升股价 那么我们也会看到一个信息 下方实际上正好是在这个271关键的标志位 在这个地方是遇到了支撑 所以说继续生成这样一根亮缩的K线 将标志着日后将会有一根补量下跌的K线 那么我们认为股价目前是很容易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去测试20日均线值的 对 那么对 这是我们对这根K线信息的解读 那么股价目前有没有反弹的可能 那次日股价反弹的唯一条件就是不出现新低 并且在前一个交易日最高的上方运行 那么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我们认为271这个地方才能够支撑住股价 那么股价才能会出现反弹的走势 或者说是横盘向上 那否则呢 我们认为股价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不量的下跌 好 那这是我们对这根K线信息的解读 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 好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 我们对5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给的两个预测是并列的 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 第一个预测是股价会出现反弹 收盘价会在285 另外一个预测呢 是股价会出现下行 收盘价会在272附近 那实际当日股价收盘价是在275.35 股价是出现了下行 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下行啊 虽然说在点位上相差不多 但是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我们预测的下行是跌破前低 那么确认这个 叫瓦解这个止跌的信号K线 而实际收盘价是叫做 在前一个交易日K线的上方 对 这是一个不同点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点呢 并不矛盾 我们说性质又相同 也就是说股价当日在跌升之后啊 在271附近是遇到了支撑 然后收盘价仍然收在这个关键标志位的上方 所以我们说前一个交易日 我们预测下行和实际的发生啊 部分性质是不同的 另外的性质呢又是相同的 好 这是我们对这个收盘价点位的一个描述 那么我们描述这些啊 并不是想要强调我们预测的是否准确 而是想要强调目前股价的这个收盘价 就是给日后啊带来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对所以说其实呢也是给日后呢 反弹呢留有了一个很大的余地 对好 那这是我们说的 对前面一期视频 股价预测的一个复盘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 因为目前股价是处在下行的走势中 或者叫回挡中 那对于5月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 仍然是223 那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 目前271 我们会看到这根休息的K线也是在这个地方得到了支撑 这是关键的标志位 还有一个位置是260 那么这两个位置将是股价在到达223之前的两个强支撑 同时还有一个支撑 我们会看到20均线值在5月7日会到达264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强支撑 好 那如果日后股价进入到深度的回挡 跌破20均线值并回补了这个缺口之后 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223的 223这个目标如果被跌破将会瓦解自4月7日以来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 那么继续向下第二个目标就是214 那么214如果被跌破将会再次出现新低 也就是说确继续确认自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以来建立的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 在这个位置站上这个位置将会继续目前的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 同时呢也将会瓦解特斯拉股价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 所以我们说股价目前要反弹想要站上295上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个位置被站上之后会改变目前股价的这个K线走势的K线的这个趋势 对所以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 那么目前股价的这个位置在到达295之前有两个关键标志位 一个是这根休息K线的最高是在278附近 那么我们把它和当日新生成的五日均线值连接在一起 从278到280 那么这个位置呢是第一个这个压力位 然后第二个位置就是285 285啊虽然是前一个交易日这根K线的最高 但是呢我们把它定义为本周开盘之后 K线的最高 所以股价要想到达295啊 这两个位置是股价在反弹过程当中遇到的强压力 那么这两个位置如果被占上呢 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接下来是很容易去测试295的 好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 那么第一个目标之后 第二个目标就是上方的304 它仅仅是一个压力位 第三个目标就是上方的368 然后当然上面还有420 好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月7日开盘之后 我们要关注的位置 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面这根K线实体的下沿是在280 那么股价在5月6日盘中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 因此是收在了低位 那么到了5月7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 我们取 其实我们还可以关注280 但是我们取前一个交易日的最高 也就是278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刚刚在K线信息解读了 目前出现这样一根休息的K线 在回档中成交量是大幅的量缩 对在这了 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是很容易出现补量的下工的 而反弹的条件就是不出现新低 并且在次日股价要在前高的上方运行 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 那么股价才有可能出现反弹的走势 所以在5月7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278 尤其股价如果是高开高走 反弹到这个位置不能突破 而出现掉头向下 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一定会出现新的一波的下行的走势 所以在5月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 我们最后一次加仓呢是在 我们来看一下 对是在4月25日 然后还有一个位置 对是在4月25日 那么这15%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63附近 对 那么之前呢 我们一直给的止损的位置是260 或者说是下方的223 那么目前股价到了5月6日 收盘价是在275.35这个位置 我们对于多头来说 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 那么到了 理由我们前面已经都提过了 那么到了5月7日 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 仍然是守260 或者说是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可以守223 好 这是我们说的多头 我们再来看空头 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 是从280到上方的285 280呢 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 在这个区域 那么285呢 是本周 开盘之后股价的最高 那这个区域是目前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 那么他们的目标 现在就是260 对 好 因为跌破了这个位置 我们会看到 在当日这根K线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 同时这根K线 4月25日这根K线的收盘价 是首次占上了4月9日这根K线 那么这根K线也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的 所以啊 对于4月25日这根K线的最低260 这个位置是强支撑 对 我们说强支撑不代表能够支撑住股价 强支撑是重要的标志位 对 好 那么这是空头目前的目标 因为跌破这个也跌破了20均线值 对 出现这样的走势呢 那么股价一定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 我们认为会回补这个缺口 好 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么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 包括前一日K线的最高 它的范围是从278到281 在这个区域 第二个压力位是285 第三个压力位是295 第四个压力位是300关口到304 第五个压力位我们仍然给出是这根K线的最高 330 好 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 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一日K线的最低 是271 其实也就是也是4月30日这根K线最低 这是重要的标志位 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 是在264附近 第三个支撑是260 第四个支撑我们取整数关口250 第五个支撑是223 在这个位置 好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5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 今天的预测是有次序的 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继续回档 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 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 开盘之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79 下方会到达264 也就是会回踩20均线值 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66附近 在这个位置 如果最低价到达了260 我们认为收盘价将会收在264附近 对 好 虽然呢 这个点位相差不多 我们预测这两个回档点位相差不多 但是呢 这个走势是有重要的标志的 也就是说 如果收盘在264 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会测试260这个位置的 好 这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 另外一个可能 股价会出现反弹 那么如果出现反弹 它将是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75 在这个位置 上方最高会到达286 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83附近 那如果出现这样反弹 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 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75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 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 好 那以上呢 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5月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